各位来宾、各位朋友、大家好。 直此中非妇女论坛举办之际,我仅表示热烈祝贺,向各位来宾致以诚挚的问候。 中国和非洲是修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,妇女是中非友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。 多年来,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,中非妇女弘扬传统友谊,携手谱写出团结合作,共同进步的精彩乐章。 在原非医疗队,在维和步兵营,在基建项目的现场,在技术培训课堂,处处都活跃着中国女性的身影。 她们跋山涉水,足迹遍布非洲大地。 她们同非洲姐妹们一道,为共创美好生活并肩奋斗,为促进中非友好贡献力量。 这些年,我结识了许多优秀的非洲女性。 她们热情勇敢,自强不息,让我印象深刻。 我同非洲第一夫人发展联合会的姐妹们,保持着友好的交流合作。 面对新冠疫情,我们互帮互助,守护生命与健康。 面对需要帮助的妇女儿童,我们携手努力,传递温暖与希望。 我还同中华女子学院的非洲女留学生们交流过。 她们告诉我,将会努力学习,把在中国学道的知识带回非洲去,造福更多妇女儿童。 我听后,十分的欣慰。 妇女的发展程度标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,中非双方都高度重视妇女事业的发展。 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,健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,提升妇女受教育的水平,支持妇女创业创新,完善妇佑健康服务。 为妇女全面发展,营造了良好的环境。 非洲各国全力改善妇女生产生活条件,帮助妇女减贫脱贫,鼓励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,并取得积极成果。 父权妇女和女童不仅将改变她们自身的命运,也将极大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 在促进妇女事业发展,迈向美好未来的征程上,中国与非洲志同道合,始终是巨爱成型的同路人。 各位来宾,各位朋友,非洲有句谚语,一根原木盖不起遗壮房屋。 当前,妇女事业发展仍面临诸多的挑战。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合作,让我们共同行动,助力每个妇女、每个儿童拥抱幸福,成就精彩人生。 我愿同大家一道,弘扬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和全球妇女峰会的精神,汇聚各方力量,促进妇女全面发展,为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,而不懈努力。 谢谢大家。